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合作的星座 以其独特的情感脉络和角色互动 引发了粉丝们的热烈期待 本文将为您深度剖析这场浪漫追逐战 揭示着对荧幕CP背后的甜蜜故事 以及他们在影视作品中的精彩碰撞 谭松韵与徐凯 两位在各自领域都拥有极高人气的演员 此次联手演绎 他逃他追 的爱情篇章 无疑为观众带来了全新的视觉盛宴 谭松韵以其招牌式的甜美笑容和灵动演技 塑造了一系列深入人心的角色 而徐凯凭借俊朗外形与扎实演技 成功塑造了众多深情款款的荧幕形象 两人的合作 犹如唐与蜜的交融 甜而不腻 恰到好处地展现了他们之间独特的化学反应 在剧中 谭松韵饰演的角色仿佛一只机敏的小鹿 时而轻盈跃动 时而静谧沉思 他的每一次逃脱都牵动着徐凯试验角色的心弦 徐凯则如同坚定的猎手 目光如炬 步伐稳健 面对心爱之人的 逃离 他以无尽的耐心与执着 展开了一场深情的追逐 这种 他逃他追 的设定 既富有戏剧张力 又饱含深深的情感纠葛 让人不禁对他们的感情走向充满好奇 剧集的故事设定巧妙地将 他逃他追 的游戏规则融入到角色的生活与情感之中 谭松韵饰演的角色并非简单地逃避爱情 而是出于某种复杂的原因 不得不选择远离 或许是过往的经历让他对爱情有所保留 或许是现实的压力让他选择暂时抽身 每一次的 逃离 都伴随着角色内心的挣扎与抉择 使得谭松韵的表演层次丰富 情感饱满 而徐凯饰演的角色 面对心爱之人的 逃离 并未选择放弃 反而展现出无比的坚韧与毅力 他的 追 不仅仅是物理距离上的接近 更是心灵层面的理解与包容 他通过一次次的接触与沟通 试图揭开他内心的秘密 抚平他的伤痕 给予他安全感 这种深情的 追 不仅展现了男性角色的责任感与担当 也凸显出爱情中理解与尊重的重要性 谭松韵与徐凯在剧中的默契配合 不仅仅停留在剧本设定与演技呈现上 更延伸到了戏外的互动之中 两人在宣传活动 采访以及社交媒体上的互动 无不透露出一种自然流露的清静感与默契度 他们时常互相调侃 分享拍摄趣事 甚至在镜头前大方展现对彼此角色的理解与欣赏 这种真实而真挚的互动 无疑为他们在粉丝心中的CP形象加分不少 此外 剧组还适时放出幕后花絮 角色特辑等物料 进一步揭示了谭松韵与徐凯在拍摄过程中 如何磨合角色 培养默契的过程 他们在排练对手戏时的专注神情 讨论剧本时的认真态度 以及私下相处时的轻松氛围 都让观众感受到这对CP不仅仅是荧幕上的甜蜜搭档 更是生活中的好朋友 这种深度的情感连接无疑为 他逃他追 的剧情增添了更多可信度与吸引力 随着剧集的热播 他逃他追 的桥段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热议 观众们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自己的看法 有人被谭松韵的机制可爱所吸引 有人为徐凯的深情执着点赞 还有人热衷于分析剧情走向 预测两人最终能否跨越障碍 走到一起 更有甚者 开始自发创作同人文 绘制同人图 以此表达对这对CP的喜爱之情 同时 该剧还引发了关于现代爱情观的深入探讨 有人认为 他逃他追 揭示了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 人们对于真爱的坚守与追求 有人则从女性视角出发 解读谭松韵角色的 逃离是对自我保护与独立自主的体现 徐凯的 追则是对理解和尊重女性选择的正面示范 无论何种解读 都反映出 他逃他追 这一主题在观众心中激起的广泛共鸣 谭松韵与徐凯在 他逃他追 中的精彩演绎 无疑为他们的演绎生涯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他们的合作不仅打造了一对备受喜爱的荧幕CP 更为观众呈现了一段扣人心弦的爱情故事 未来 我们期待他们在各自的演绎道路上继续发光发热 也期待他们有机会再次携手 为我们带来更多的荧幕惊喜 总的来说 他逃他追不仅是一部描绘爱情追逐的游戏之作 更是一部深度探讨现代人情感世界的作品 谭松韵与徐凯的默契配合 成功塑造了一对让人难以忘怀的荧幕情侣 他们的故事将继续在观众心中回荡 成为这个夏天最甜蜜的记忆 提到谭松韵 这位出生于1990年的 娃娃脸女神 仿佛拥有一种让时光停滞的神奇魔力 在《你比星光美丽》中 她饰演的 寄星一角 清新脱俗 坚韧独立 即使已过而立之年 却能将初出茅庐的大学生形象演绎得淋漓尽致 毫无违和感 与相差五岁的徐凯同框 他们之间的年龄差仿佛被神秘力量悄然抹去 画面中溢出的甜蜜与默契 令人难以抗拒 然而 这对看似天作之河的荧幕搭档 却在网络上遭遇了 CP感不足 得质疑 有网友疑惑 谭松韵的甜美与徐凯的冷峻 明明是绝配 为何会有人说他们没有CP感 另一部分网友则戏谑道 或许 这就是传说中的相爱相杀模式吧 再看徐凯 这位95后新生代演员 以其挺拔的身姿与冷峻的面容 完美塑造了剧中 韩婷这一霸道总裁形象 然而 华丽外表之下 是他显为人知的艰辛奋斗史 自中学时期遭遇家庭变故 为生活所迫成为淘宝模特 直至放弃大学梦想 全身心投入娱乐圈 徐凯的每一步都走得异常艰辛 却也异常坚定 他每一次的成功 都是从困境中奋力挣扎 最终破茧沉叠 闪耀出无比璀璨的光芒 揭秘时刻 徐凯的模特生涯并非一帆风顺 面对家庭经济压力 他曾毅然选择退学 但这并未阻止他追逐梦想的步伐 相反 他在模特界展露头角后 凭借自身不懈的努力 赢得了导演于震的赏识 由此扣开了演艺圈的大门 正当他的事业如日中天之时 家暴丑闻 如同晴天霹雳 将他推入舆论的风口浪尖 家暴事件 无疑成为了徐凯演艺生涯中的一块 无法抹去的阴影 前女友大惊的公开指控 使他瞬间成为舆论焦点 然而 真相往往藏匿在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之下 徐凯及其团队迅速做出回应 但舆论的狂潮并未因此平息 反而随着事件的持续发酵 更多关于他过去的秘密被逐一揭开 这些秘密 究竟是如外界所传的那样阴暗不堪 还是另有隐情 深度剖析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 真相往往被谣言所淹没 对于徐凯来说 他不仅需要时间来冲淡这段过往 更需要用扎实的演技与优秀的作品来为自己证明 毕竟在娱乐圈这个名利场中 唯有实力才是永恒的通行证 你比星光美丽 不仅仅是一部描绘爱情与梦想的电视剧 更是对现实生活中每一个追梦人的生动写照 谭松韵与徐凯的精彩演绎 让我们领略到了职场中的坚韧与爱情中的甜蜜 而他们背后的故事 则提醒我们 在追寻梦想的道路上 挫折与挑战在所难免 但只要我们坚守初心 勇往直前 定能在漫天星光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璀璨时刻 我和我们俩最后还定的 小 为了 我和我 似个人 双重